以上指出 這次裝扮的作品 以設計群專業科目課綱內容 融入宜蘭在地人文特色素材 以電腦繪圖的方式繪製完成 輸出成透光的貼紙 貼在美術館玻璃窗上 讓歷史建築華麗轉身呈現新風貌 成為亮眼的低標 這個作品主要就是集結大家的創意 然後做出來的 因為我們原本是學生的作品 都是在校內展出 那如果透過就是跟美術館的合作的話 那可以讓更多人看到學生們的作品 那也可以給在地人就是一份美的禮物 然後與美共存的環境 有這個機會可以讓我們的作品 展在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 也可以幫宜蘭的設計科發揚光大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們宜蘭的設計科是很好的 老師也很棒 配合我們這個宜蘭東商 所有多美體設計科的同學們呢 這麼的有參與這麼的這個錢貴 要幫我們宜蘭的這個美術館呢 快滿一新 那吸引更多的一些愛好 這個美術藝術者呢 還有這個家長的孩子 那個進來呢 欣賞這樣一個優惠的環境 那也會讓我們宜蘭新的宜蘭美術館 又成為一個新的一個地標 縣長林之妙表示 今年適逢宜商創校70週年 縣政府有效結合文化和教育資源 讓學生充分誇規創意 從宜蘭在地特色出發 以南洋平原的自然環境 人文風貌以及飲食文化等元素 來裝扮我們的宜蘭美術館 落實縣政府推動地方特色傳承發展的政策 宜蘭的美術館自己來裝扮 那今天呢非常高興 有這個機會呢 跟我們的宜蘭高商洪從弦校長 帶領的教學團隊 那我們這些設計科的 多媒體設計科的36位同學 共同的創造出一個美術文化藝術的城鎮 宜蘭縣好商好水好環境 然後呢對宜蘭縣的這個觀光美食文化藝術 奠定了良好的根 讓這個根呢能夠根真蒂固 那這些同學們呢自己的興趣 對繪畫藝術他們呢有很多的想法 所以呢在這個想法之中呢 他們呢對宜蘭縣的這個疼喜 對宜蘭縣的愛好 所以呢我們都一起努力拼出宜蘭的好藝術好文化 好觀光好美食都在齊頭並進 宜蘭校長表示 感謝縣政府提供師生舞台和機會 讓學生活化應用課本知識 除了拉近學生和美術館的距離 過程中看到學生的努力 他們認真學習的態度 以及團隊合作的精神 豐富了孩子的生活和學習歷程 也更加認識宜蘭這一塊土地的美好 這次的主題是以宜蘭風氣為主題 那結合我們宜蘭的在地的特色 那可以拉近呢 我們學生跟我們在地美術館的一個距離 那我想在整個過程之中 我們都可以看到我們包含了我們設計科老師 還有美老師 還有我們整個同學的全群的一個 投入的一個態度 彰顯了我們宜蘭的孩子是積極認證 顧著做事的態度 而且這次的話是宜蘭在地的特色為主題 所以可以讓孩子呢 再次認識我們的家鄉 宜蘭美術館自己來重辦 Yeah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欣採訪報導 好